欢迎大家收看 真人不露相露相非诚人的小小认证环节 大家好 好久不见 大家过得还好吗 那这一期呢 小小想跟大家谈的是呢 就是西蒙首相人选的戏码呢 让人民见识到原来政客都一样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啦 西蒙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任何一个组合呢 和久必分呢 是必然的 西蒙现在呢 就是最好的示范啦 凡事呢只要市籍利益都会分裂 西蒙的首相人选呢 从安华呢再到马哈迪 一再的妥协让步 让拥有42席的行动党 最后甚至背弃了拥有22年友谊的公正党 然后呢联手拥有11席的诚信党 逼宫拥有39席的公正党 转而在支持只掌控土团党5席的马哈迪 行动党见低就财 见高就败 完全让外界界势到无可救药的程度 行动党呢在宣布自身马哈迪 再次出任首相一职后 引来一片骂声 结果事情前后发生不到两天 又来一个华丽的转身 表示呢支持马哈迪 出任首相半年 再支持安华结绑 从这件事情当中呢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这整个事件的背叛者 肯定是行动党 所以说啊 人也是行动党 国也是行动党 行动党的上盘打得很响 若由安华呢出任首相人选的话 他们最多只能拿到96席的支持 反正呢 由马哈迪出任首相的话呢 还可以争取到民信党的支持 行动党呢 先是派陆赵福出来公开放话 逼安华妥协 接着呢 就派刘正东出来放软姿态 要西蒙盟党以大局为重 一起携手夺回政权 再来就是林冠妮和马萨布 联手希望出着马安博的喊话 最后林吉祥也站出来指 行动党和陈信党 从不成为了支持马哈迪而抛弃安华 这根本就是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呀 小小我认为呢 马哈迪以退为进 承诺半年后退位 根本就是为他下台阶来作为借口 如果他真的是当上了首相 全力重新掌握在他的手上 到时他真的会说了算吗 谁又可以保证马哈迪不会食言呢 既然马哈迪在任的22个月 都做不到任何改革的事情 反而不断的开导车 重讨覆辙的走回旧路 那半年又有什么作为 现在西蒙是给马哈迪买时间 还是给自己买时间呢 你们自己想一想呗 小小曾经收到房间流传的 土团党开会的录影内容 马哈迪说他不喜欢行动党 也不喜欢安华 究竟行动党为何宁愿选马哈迪 也不选安华呢 这当中的猫力 只有行动党自己心知肚明 他们就是图的是 重新执政 回去当官 马哈迪升级直接说了 共产党是多元种族的政党 因此来自共产党的安华 是不适合当首相的 这方言论呢 也近前的马哈迪是彻头彻底的 种族极端主义者 过去22个月以来 人民赋予信门最大的权力 当上了执政党 但是因为马哈迪个人的行为 导致政权落在别人的手上 到头来还要怪别人抢了政权 这理由根本就是说不过去嘛 你们说是不是 一个首相的人选各自表述 你们的性能已经是不在 这样的合作关系还有意思吗 这样就说明 他们只是权运虚心的乌合之众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